不過台東海邊 最近出現一個非常特別的景觀 有一位穿著比基尼泳裝的婦女 居然頂著七個月大的肚子 當救生員 這樣的舉動 當然不只泳客很好奇 連醫生也替這孕婦 還有肚子裡面的小寶貝擔心 遊客緊抓著衝浪板 教練在旁邊盯著初學者的動靜 為安全把關 但旁邊有一位救生員 特別引人注意 遊客搶著拍照 原來是因為比基尼下 已有七個月的身孕 因為很久沒有回來海邊 剛好第一次他們在衝浪界 我就來幫忙 這位台東都立海邊衝浪界的美人魚 現在變成大肚魚 但是還是不願意離開海水 堅持在岸邊當救生員 像這樣一個浪打上來 遊客從衝浪板上掉下來 這時救生員的工作就要上場 一開始玩水是在什麼時候 小的時候在河邊去游泳啦 這位辣媽對自己的游泳技術很有自信 但是醫生提醒 孕婦從事救生工作時 不論是CPR急救過度用力 或是巨浪衝擊腹部 都有可能造成胚胎剝離 導致著慘 孕婦適度游泳有助紓壓 但是不過像這位辣媽 挺著七個月的肚子 在海邊重拾救生工作 危險性較高 萬一有個意外 肚子裡的小寶貝 又有誰來救她 中天新聞徐玉路張靈文台東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